刚集体出道就被质疑加唱,火箭少女究竟能火多久? 自从创造101这道选秀综艺节目开播以来,就吸引了不少话题,从这档节目中,人们认识到了勇于追求自己梦想的小姐姐王菊,也认识到了杨超越这位农村女孩,更认识了一大群有钱有颜值又有实力的女孩。 就在前两天创造101这档节目终于落下帷幕,孟美琪、吴轩怡和杨超越以及其他八位女生一起组成火箭少女101正式出道,其中孟美琪点赞数最高,成功C位出道,之前呼声比较高的王菊却无缘女团。 这其中争论更大的还是要数杨超越,在得知杨超越第三位出道之后,不少人都对其自身能力表示怀疑,人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唱歌走掉,业务能力较差的女孩可以有这么高的呼声。 就连王思聪也忍不住站住发声,表示,杨超越的出道是侮辱了其他十个人。 前一天晚上这十一个人刚参加完决赛,第二天晚上就直接登上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,其结果果然是不尽如人意。 要知道,火箭少女101出席快乐大本营这次是全程进行直播的,在这过程中不少人就发现,镜头跑过,女团中的许多成员都在驾唱,这样的节目效果也怪不得会引起大家的争议。 不仅如此,火箭少女中的孟美琪还因节目与何炯上了一次热搜,节目播出,大家都已为何炯示拉住孟美琪的手,但何炯很快站出来澄清,标示只是拍摄的时候戒备,进而制造出了一次假象。 对于火箭少女101这个团体的出道,不少人也表示怀疑,因为其中的许多人都表现欠佳,而且在决赛之前,内部就已经流出了一份出道名单,决赛结果与那份名单中的排名几乎一致。 所以有人也表示,创造101这个节目有时公允。 火箭少女101究竟能火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,不过可以预估的是,这之后还会有类似的团体被不断推出。 火箭少女101